先把蒜苔的尾给去掉 然后把蒜苔从中间一边为二 切好之后开始上锅制作 水开后把切好的蒜苔放进去煮30秒 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影响蒜苔的口感 30秒后关火捞出 然后放到凉水里冰一分钟 冰水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蒜苔的韧性 一分钟后可以撕蒜苔了 粗一点的分成四节 细一点的分成两半就可以 全部撕好后捞出沥干水分 准备两个小米椒配色 先把小米椒纸剔出来 然后切成丝 放适量的生抽 蒸鱼豉油 香醋 因为生抽和蒸鱼豉油是咸的 所以放少许的盐就可以了 一勺油腊子 搅拌均匀 然后浇在蒜苔上 手丝线台就做好了 味道那是杠杠的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每天更新不一样的家常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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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